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烧蔬菜的小秒招,炒叶子菜的时候多放点油,蔬菜和肉类不同是不带油脂的,油作为导热的重要介质,不仅可以使蔬菜快速炒熟,而且还可以保持色泽鲜亮,等油烧热后再把菜放进去,把菜中的水分甩干,避免渐油,接着大火快炒,蔬菜炒得太久叶子会被炒死,又黑又干,吃起来还很涩,如果不是能够快速炒熟的蔬菜,可以倒入少量的开水,保证鲜嫩,如果需要加醋,需要沿着锅。 锅边倒醋,不能把醋直接淋在菜上,会影响口感。蔬菜炒好出锅前再放盐,过早放盐会导致菜出水过多,影响口感。蔬菜炒好后应该平铺在盘子上,使其均匀散热,涂在一起持续加入,会影响口感。 如果大家实在炒不出色泽鲜嫩的蔬菜,那么可以先将蔬菜捉水,再下锅炒,这样蔬菜不会变老,也不会变黑,就是营养会流失多一点。这些技巧你学会了吗? 下次炒菜可以试试,保证的蔬菜又好看又好吃。如果有不同的想法,欢迎评论区留言。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